好这位12岁的男童呢 他在外公外婆家过寒假 在高雄这里 可不晓为什么原因啊 有一天晚上他跟舅舅跟表妹出去玩的时候 他就跟表妹来追逐 结果跑了10公尺左右 他突然昏倒 最后送医后不去 因为这名男童身体还蛮健康的 之前没有任何病史 身材看起来也蛮壮硕 怎么会突然猝死 现在检察官在征询家属同意之后 要解剖遗体来厘清死因 电视器画面中 两个人快步跑到学校的警卫室求救 因为对面巷子里 有一名才12岁的男童 和骑脚踏车的表妹游完追逐 才玩没有多久 就突然昏倒在国军福利站的门口 没有了呼吸心跳 当时在福利社里买零食的男童舅舅 看到男童倒在地上也吓坏了 赶紧打电话报警 只是送医之后还是宣告不治 由于男童之前都很健康 也没有病史 怎么会跑一跑就突然猝死 让大家都很纳闷 那个妹妹提早的 然后她跑步的样子 然后就说我有撞到 可能有撞到那个墙壁之类的 趁着寒假南下外公家准备过年 却发生憾事 让家人相当不舍 只是目前还不知道 男童为什么会猝死 检察官也要择日进行解剖 来厘清男童的死因 我们下期待会猝死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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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